2012年7月1号凌晨,小晴久醉后在某宾馆房间被两名男子强奸,但是为了得到1万元的补偿款,报案后没多久,小晴就多次找到司法机关称自己是自愿的。 近日,小晴被哈尔滨市南港区法院判处包庇罪,追缴其违法所得1万元。 23岁的小晴平时很喜欢上网,她在一次聊天时与男网友赵龙解释。 2012年6月的一天,赵龙约小晴去KTV玩,小晴欣然答应,当晚20点,她与赵龙见面后,小晴发现她还带了个哥们儿,名叫王雷。 于是几人找了个包间唱歌,赵龙点了洋酒让大家边玩游戏边喝,不一会儿小晴就挤杯洋酒下了肚,她马上觉得一阵头晕,到卫生间呕吐。 一喝醉了走不了路,赵龙就背着小晴,她与王雷一起把小晴带到附近一家宾馆开房,当晚两人分别对小晴实施了强奸。 第二天清晨醒来后,赵龙还未离去,小晴质问赵龙,赵龙对自己的行为失口否认,随后离开。 小晴立刻打电话给家里的亲人,并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。 小晴当天报案后,南港公安分局立刻展开调查,很快将赵龙和王雷抓获,并按照程序提请批捕,移送审查起诉。 可就在公诉机关审查起诉和法院开庭审理的几个月时间里,小晴多次找到司法机关推翻自己之前的证词,改口称自己是在清醒的状态下,自愿与二人发生关系的。 当初之所以控告二人是因为受到了威胁恐吓。 经法院审理查明,小晴多次做假证,力图包庇,强奸自己的赵龙和王雷。 出证后,小晴收到赵龙的母亲刘某,给她的补偿款一万元。 2013年7月,小晴因涉嫌包庇罪被公安机关抓获。 法院认为,小晴明知是犯罪的人,而帮助其做假证明,力图包庇,其行为构成包庇罪。 考虑到小晴是初次犯罪,且是强奸案件的被害人,犯罪情及轻微,可免于刑事处罚。 但是追缴其违法所得的一万元钱,上缴过库。 赵龙和王雷因犯强奸罪,已被南港区法院判刑。 据了解,窝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,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、财物,帮助其逃逆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行为。 本罪为选择性罪名,具体包括窝藏罪和包庇罪。 犯窝藏包庇罪的,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,拘役或者管制,情节严重的,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深圳DV生活频道,样新闻报道。